今天我去了中環某一間專門店 看一個英國的品牌,Bermont Bermont你感覺上都可能似是中價的品牌 但是定價來說都不是便宜的 基本上最便宜的品牌都要接近3萬元 所以拿著2萬元或者樓下基本上就沒有選擇 我印象中我最深刻印象當然是Martin Baker 它是彈蛇耳,一個有被陣型的鶴型 但那隻是不便宜的,定價4萬多 現在有些是5萬多新型的,如果加上自家機芯就不值得 它也有自家機芯的,Bermont 一隻很飛行、很軍事的品牌 我自己也有留意過,第一是牛津劍橋 它有一個給畢業生買 我也不知道,也是剛剛才知道 一定要是畢業生才可以買 而那隻錶是便宜一點的 便宜多少呢?便宜1000元 如果是同一個規格 那隻灰面是29000元 那隻牛津劍橋呢?便宜28000元 另外一個藝術是很軍事,亦很英國的 Her Magistry Armed Forces 即是皇家陸軍 應該接下來要改名了 查理斯登基 有些銅標,我看到也挺有型的 Korno,如果是自家機芯 便宜超過5萬以上 5萬、6萬、7萬 即是這些價錢 它也有些是潛水錶的,但是款式不算太多 主要都是Korno反而會多一些 一些飛行主題的Korno錶 或者是GMT 想不到它也會出一些一體化錶學的運動款式 當然價錢又不會便宜 也算是順著一輩子 以彈射以作為它的設計理念 亦都加了一些防震的元素 就不是這麼簡單 我覺得牌子也有賣點 貴也不要緊 有賣點就自然會有人付錢 不過可以做得更漂亮 即是它的標 不只是學習的 可以那個面子 可不可以再加強 當然它不是走一個很elegance的路線 不會像Granseco 但是譬如你的面子可不可以做到 可能是一些夾面 好像Panerai 夾得來有一個很漂亮的夜光 譬如是一些軍標 那就可能會更加吸引不同的消費者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